我們門診有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我們就是很簡單先請患者說 你就眼睛先睜著不要閉 如果能夠撐在接近10秒鐘的話 大多數都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如果說你大概3 4秒不到 就趕快扎了一下 很有可能就 像我有個患者 他40多歲 接近50歲 他的工作就是做假牙的 就有點像是要 把他塑造成那個牙醫 符合牙醫的需求 把他這樣叼 叼 做成那個假牙的造型 其實他長期是在控制血壓 他控制得很好 有時候在門診就跟我說 他最近覺得很奇怪的是 工作做一做之後 眼睛也痛 頭也痛 肩膀也痛 可是最近工作量是沒有增加 因為最近靜症比較激烈 所以他其實工作量沒有增加 反正比較輕鬆 他覺得很奇怪說 那麼久以來沒有這種現象過 我就跟他說 你有沒有什麼姿勢不良 他說不會 他覺得他絕對不是問題 他覺得怪怪的 我就東看看 西看看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我就只是看他眼睛會渣呀渣 好像眼睛就很酸澀 不舒服 我有點聯想到說 會不會其實他的 再加上說 眼睛的疲勞導致了 其實我們門診有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我們就是很簡單先請患者說 你就眼睛先睜著不要閉 如果能夠撐在接近10秒鐘的話 大多數都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如果說你大概3 4秒不到 就趕快眨了一下 很有可能就 疑似有點類似乾眼症 所以剛剛瓜哥應該有撐過10秒 應該可以 好難喔 我那位患者他大概 睜著眼睛3 4秒之後 就趕快眨了一下 我說你很有可能是 眼睛太乾色 乾眼症 我轉接到眼科去 眼科醫師可以做一個 淚液的測試 貼兩條柿子在下眼檢的地方 就一測試 它真的就符合我們 他在眼科醫師的治療之下 慢慢的用一些人工淚液 用一些藥物 他眼睛得到改善之後 他工作的疲勞 連頭痛跟肩頸痠痛都改善 年紀越大越可能 對 而且現在3C產品用很多 可是為什麼老人家 一直老把瑜老把瑜 其實老把瑜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 眼睛太乾乾過頭 會這樣 就是你的 你只好自己產生防護罩 就是變成那種反射性類 所以它會一直淚汪汪 還有一個是 就是我們的鼻類管阻塞 所以它排不掉 也會 就像水管用久了就阻塞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 在家裡測試嗎 就是針超過10秒 才是正常健康的 是這樣嗎 其實應該是說 淚液在眼睛表層 停留的時間 理論上要超過10秒鐘 因為理論上大概10秒鐘 但是原則上 我們大部分的人 眼睛不會真的到10秒鐘才測 就是說如果以統計來說 一分鐘 譬如說我們在講話 大概測眼次數 大概15到20下 看書的時候比較專心 大概1分鐘大概10下 但是如果說像看三星產品 就是 大概會只剩4到5下 因為測眼其實是 身體的保護機制 就是說因為你太乾 你才需要測 因為表示說你的淚 因為我們角膜 是神經跟全身密度最高 所以如果你有一點點乾燥 你的淚液那個防護罩沒有 你的眼睛就很敏感 很敏感 它只好讓你的眼皮趕快測 讓下一秒的淚液出來 如果你沒有這個動作 因為有些疾病 它就是眼皮便沒有感覺 譬如說血糖高的人 或者他的神經受傷 所以他太乾 可是他沒有反射 他沒辦法測眼 沒有這個動作 角膜就會破皮 久了就容易潔疤 然後讓你幾下 你不懂 好